2022年10月,宋志孝签约了新的经纪公司G-Rox和吴满西 李湘元、池石正等人成为了同门 最近几年宋志孝的作品不是很多 影视剧基本一年只有一两部 好久没看到宋志孝的新作品了 如今签约了新公司 新的开始相信不久的将来又能欣赏到更多新作品了 不得不说,宋志孝的实力真的很强了 其实非科班出身的宋志孝在成名的路上也是摸爬打滚多年 先后经历了影视剧作品的失利 最后凭借在综艺节目中真实、豪爽的性格 才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和关注 而宋志孝能拥有如今的地位和人气 当然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宋志孝原名千成林 出生于南韩庆上北道浦乡市 在家里排行老大 妹妹是千成妹 弟弟是千成文 现也是一名演员 从小宋志孝就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长相清秀的他 不仅成绩优异 还特别懂事 高中时期 宋志孝看着父母每天工作都很辛苦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 他在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打工 这样同时也可以锻炼自己 在咖啡店兼职的日子里 宋志孝怎么也没想到 会因此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 有一次 一位星探路过这家咖啡店 被宋志孝的清纯甜美的外形所吸引 星探觉得他未来一定会在演艺圈里闪闪发光 便极力邀请宋志孝加入经纪公司 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被星探发现了 早前 宋志孝在路边就被星探发现 但那时的他年纪尚小 父母都比较反对 所以才没有进入演艺圈 但这次机会宋志孝认真思考了后 决定就去试一试 刚开始他只是从拍广告入手 由于是新人 有太多东西需要去学和吸收 很多人都会因为不适应而转身离开 但宋志孝就是属于越战越勇行 他在拍摄中每次都会记下自己的不足 私下里潜心钻研 加上他头脑灵敏 很快便适应了拍广告的节奏 宋志孝的良好表现 很快便有导演向他申起了橄榄枝 2003年 这位导演便邀请宋志孝出演电影《女高怪谈3》 这是他第一影视作品 在片中凭借着不俗的演技 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随后他又出演了电视剧功 在剧中饰演心机颇深的白莲花《你笑灵》 这部剧在那时可谓是非常火爆 其程度不亚于后来金秀贤和全志贤主演的《来自星星的你》 而宋志孝也因这部剧受到更多的关注 但这些关注却并不能让人喜悦 宋志孝在剧中饰演的《敏笑灵》 因塑造的太成功 让不少入戏太深的观众 将戏里的白莲花形象都转移到他本人的身上 这让宋志孝很苦恼 为了转型他一改往日的偶像剧风格 出演了电影《双花店》 搭档的男明星有赵银成朱镇摩 不过这部影片因为尺度问题 不但没有让宋志孝走红 反而还热来很多的争议 差点被封杀 在这之后宋志孝便没有出演影视剧了 也许是想沉浸一段时间吧 直到2010年的综艺节目《Running Man》 才让他低迷的事业渐渐好转 在《Running Man》中身为团队里唯一的女成员 宋志孝并没有特殊待遇 即使是收礼期也是坚持录制 完成所有高强压的动作和游戏 印象最深的一期就是 所有人都不敢在233米的澳门塔上蹦击 连团队里最厉害的金中国都不敢上 而宋志孝却是第一个提出来要尝试的人 在蹦极台上面不改色 还露出甜美的微笑 此外还有跳水酸泥潭 爬楼等他丝毫不输男人 因此得了女汉子称号 不仅如此 在节目中宋志孝丝毫没有女明星的包袱 素颜出镜 大大咧咧地展现真性情 可爱活泼 人称猛志 作为门面担当的他 也从来不抢女嘉宾风头 从不戏弄女嘉宾 宋志孝就是凭着在节目中的洒脱 不扭捏不造作的性格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用实力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成为南韩的全民女神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 宋志孝的感情生活也被许多观众所关心 不过 宋志孝的感情生活一直以来都很神秘 唯一知道的一段恋情 还是与经纪公司的老板百肠猪 两人因工作上的关系 接触得比较多 慢慢的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2011年 两人从同事关系转为恋人 在一起时相处得很甜蜜 不过这段恋情仅维持了两年 便无疾而终分手后 宋志孝也离开了这家经纪公司之后 便很少透露自己的感情生活了 如今40岁的宋志孝 伴每年一部影视剧的节奏活跃在荧幕中 工作的闲暇之余 也会和朋友们出门聚聚餐逛逛街等 希望可爱的女神早日迎来属于她自己的爱情 宋志孝�� 嗯